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20瓦的充电器 咱们已经测了很多款了 今天再来测试一个经济实惠 价格超便宜的库台科20瓦 淡化加充电器 大家都知道 库台科就是以性价比著称 而且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这款20瓦的充电器 可以说是很少一却 山寨假货垃圾充电器 信不信 咱们测完就知道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这个充电器官方售价仅售19元 这个价格还是淡化加的 有点离谱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看看外观 这个包装盒 一如既往灰色的色调 紫米库台科的标识 快速充电器20瓦的标识 充电器的图片 GAN三代淡化加 Type-C口 侧边是制造商信息 这边是商品的规格信息 背面是商品的条码信息 我们打开包装盒 盒子内部有一本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充电器就是一个灰色的色调 这上面有淡化加20瓦的标识 这里是库台科的标识 外部有一层膜包覆着 充电器的规格的话 这里写着Type-C快速充电器20瓦 型号是HA716C 南京库奈克电子 输入电压是100-240V的全球电压 输出的话5V3A 9V2.22A 和12V的1.67A 20W的功率 3C认证的标识 室内使用的标识 双路绝缘 循环10年 商品的二维码信息 3C认证的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充电器连包装盒重量 43.5克 单充电头重量 36.9克 去掉外面的膜 重量是36.7克 充电头高度 43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是 59毫米 充电头的厚度 22.3毫米 充电头的宽度 38毫米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库台科推出这一款充电器 它的目标用户人群 就是苹果用户 所以说安卓手机 它不会买这个小功率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是苹果用户 专享的一个充电器 所以说我们充电测试的话 我们就来一个苹果手机 然后再来一个苹果的iPad 采集这两个设备的充电数据 当然我们进行充电之前的话 也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我们用仪表检测出来 它可以支持QC的 QC 3.0 5V 9V 12V 3.6V-12V 功率的话估计也在20W以内 然后就是PD 3.0 20W PD 3.0点进去有三个档位 5V 3A 9V 2.22A 和12V的1.66A 然后这里有一个DCP 这里有个Apple 2.4 这两个是基础功率 有这两个档位 我们就可以给小功率的设备进行充电 没有这些基础的协议的话 我们给耳机啊蓝牙那些设备充电是充不进去的 而且还有可能损坏那些蓝牙设备 这部手机就是苹果12 目前它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苹果手机已经充到80%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充开机以后就是14W左右的功率 一直持续了大概接近30分钟时间 中间有一点点波动 然后到30分钟的时候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降到11W左右 充了大概4-5分钟就充到80% 这个苹果12充没有电充到80% 一共只用了39分钟时间 这个充电速度比普通的20W的 要快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啊 这个充电器最高的温度是54.9度 因为这是夏天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7度左右 这个平板是2017款的一个iPad 目前还有1%的电量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 这个iPad已经充到56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2017款的iPad是不支持快充的 最高功率的话在14W的功率 只持续了大概2分多钟 然后降到12W多的功率 整体功率的话 最低的时候是8W的功率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14W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充56个电进去 用了2小时20分钟时间 我们充这个iPad的话 我们主要是相当于在烤它的温度啊 我们看一下最高温度 最高温度53.5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也就是27度左右 充了一下苹果手机 充了一下苹果的平板电脑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它的烤机温度 工作效率和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 一个手机一个平板的充电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温度都可以到50度以上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拉它的最大功率 持续20W的功率输出的时候 看它的温度表现会是怎么样的 目前这个充电器 PD20W的功率 真实功率是18W 一直持续运行了 一个小时37分钟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足足的18W的功率一直在运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 温度稳定了 我们才停止了 最高温度是58.8度 今天室内的温度26.6度 这是夏天 温度最高的时候只有58度 所以说这个充电器的温度 也不算是很高的 冬天的时候 大概也就是40度左右的温度 最高温度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20V 220V插电 浪涌电流进去的时候 功率达到了1.4W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电路里面的浪涌保护 是必须的 经过两分钟左右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待机功耗 几乎是没有的 除了那个峰值的浪涌功耗以外 其他的都是平直的 转换效率的情况 5V3A15W的功率 220V输出18.8W 这边直流输出15.5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 82% 9V 12V2.22A也就是20W的功率 220V输出22.8W 这边直流19.6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6% 12V1.67A也就是20W的功率 然后220V输出22.8W 这边直流输出19.9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可以达到87% 110V状态待机功耗 非常的漂亮啊 很直很直的曲线 经过两分钟的测试 110V待机功耗几乎为零 而且连浪涌电流都没有 110V转换效率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5V3A15W的功率 110V输出18.7W 这边输出15.4W 则算下转换效率82% 9V2.22A也就是20W的功率 110V输出22.7W 这边输出19.6W 则算下转换效率86% 12V1.67A也是20W的功率 110V输出22.8W 这边输出19.9W 转换效率则算下来87% 跟220V的转换效率都差不多的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交流纹波输出的情况 5V3A15W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03毫浮 9V2.22A也就是20W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04毫浮 我们选取纹波 是选的MAX最高的时候的纹波 104毫浮 而不是选的最低的一个数值 12V1.67A也是20W的功率 大家看一下示波器的适时截屏 最高的时候是90.8毫浮 这个库台科20W的单化加充电器 经过一轮测试下来 各项数据表现都是很不错的 温度烤机最高58度左右 交流纹波输出最高的时候 100毫浮出头 跟苹果原装20W的充电器相当 个头比苹果原装充电器小小的多 价格便宜 怕买到假货苹果充电器的苹果用户 必演入吧 这个比那些山寨假货强多了 库台科产品的品质 不用我多去介绍 毕竟19块钱的价格在那里 它内部的用料的话 我们后续拆解再看 喜欢我视频的帖子们 点赞关注投币走一波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